哈囉大家好 我是Erika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兒 今天我們要來做什麼呢 我們要來做Tanggadun的Part 2 因為我們上次做Tanggadun的開箱呢 反應還蠻熱烈的 但是應該有很多網友會有這樣的疑問吧 這不是30公分的鄉民嗎 這沒妳好 可以跟妳要賴嗎 嗨 我回來囉 終於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Tanggadun的實測 那Erika 等我一下 借過一下 借過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Tanggadun 可不可以裝一下這些東西 我們待會會先量他們的尺寸尺寸 很多男生尺寸都不一樣嘛 各國尺寸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會用這些尺寸大概就讓他知道 怎麼樣很尷尬是不是 不是啊 誰的尺寸是跟他的腫瘤 就是哪國的男生 沒有 我們就當他是最大的寬度 欸 有機會耶 非洲人應該有機會可以這麼寬吧 這個場面也是有的 真的 先量寬嗎 對 他的寬是中間7 7 或6 寬比長還好 Erika 來塞塞看 好 我不要啦 快點 快點 我不想碰這個 你碰了 不想碰 我還沒用過 你真的沒用過嗎 可是我們上次拍完你帶回家已經過很久了 你聞一下 很乾淨 好 那我要來塞囉 好 你塞吧 這樣應該很快就過關了吧 要整個包覆住嗎 我頭好暈喔 我媽 為什麼要這樣 他不好動 如果是這個寬度的話可能就不太好動 有點緊 可是場還蠻有空間的 但是如果你的寬度超過幾公分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難使用 應該沒什麼人會超過幾公分 蘋果 過關 下一個是誰呢 這個 玉米先生來 而且玉米先生有帶套喔 玉米先生到底有幾公分 他的寬度 其實他沒有比蘋果窄多少 16.5 這樣算大還是小 這個尺寸 他很粗耶 挺好囉 比台灣男生嗎 對啊 嗯 蠻不錯的 所以你還有其他國家的男生 這個差不多是 歐洲人的Size 粗度跟長度差不多是歐洲人 太大了吧 喔 欸 他有點極限了耶 欸 可以耶 欸 這什麼觸感啊 等一下 他是可以移動的嗎 他在使用的時候 有需要 整根都進去嗎 看個人喜好 如果你的長度是16.5公分的話 他是可以整根都進去的 我講這種話到底合不合法 我會被警察抓 哈哈哈哈 玉米 成功 再一個是 蘿蔔 大根先生 他還有毛耶 幻想他有一張臉在這邊 然後等一下他就被搶劫了 身高體重 他腰蠻粗的耶 7 我今天我們的Size 都偏粗 哇 這個這個厲害喔 21是不是 算是巨Size 這可能少數非洲人都在擁有 這個東西我真的沒有辦法的用 欸 他很厲害耶 欸 其實他可以包得住 但這個 這個為什麼我一直覺得他黏黏的 這個到底是為什麼 他尾端都還有一點 保留空間 會等一下 然後它 它會彈 會彈回去 所以其實這個添加蛋的彈性是還蠻好的 這樣這樣 你不要搓喔 蘿蔔 成功 應該會有很多人覺得我們怎麼那麼浪費食物吧 這些食物拿來套 那我們之後還會用嗎 只知道非洲有多少小孩沒有飯吃 現在處於一個飢荒狀態 我現在竟然來這樣玩弄食物 而且你現在還把它就是套在這飯 你有想過蘿蔔的感受嗎 你要不要尊重食物 對不起 你不能浪費食物 為了要做出一個榜樣出來 那ERICA 為什麼是我 你剛剛說你想吃玉米啊 我拿 哇 超噁的耶 這次等一下你要拿一套雞雞 它已經很髒了 我不會用了 它好髒喔 我覺得陰影很重耶 它剛剛被套過 我一定要吃嗎 為了證明我不會浪費食物 其實還是玉米的味道 那我跟直接吃那個醋 吃什麼 唉唷 不要開紅腔好不好 沒什麼怪味嗎 不要跟我說帶透明喔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讚分享喔 而且要記得訂閱我們喔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